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对保险这行业认识不深 可不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 再保险是什么概念呢 再保险 很简单地说 我们一般人 要买保险的时候 我们就去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要买保险 去哪里呢 就是去再保险公司 有没有有趣又难忘的经验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也有的 例如最近有一次 我跟同事去见一个记者 跟他谈谈 究竟再保险是什么 有什么这么有趣 就听他说 他就说 例如最近 有个天王巨星演唱会 cancel了很多场 其实当中的损失 都可能挺厉害的 那谁承受呢 就是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也要分担风险 就找再保险公司 所以原来 再保险和我们日常的生活 都息息相关的 另外 譬如台风 最近不删除了 对香港的破坏 对香港的破坏很厉害 大家都看到 那谁承受这些风险呢 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 又是要分担风险的话 也要找再保险公司帮忙 所以在这方面 看到了 原来再保险公司 跟我们日常生活 真的很有关系的 也要保险公司 中文中的 准备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